金黄色的防疫奖章上头写着 感谢新唐人您的无私贡献 国人感激无限 这是政府对各大电视台报导 防疫的一项肯定 疫情期间政府民间齐心抗疫 除了一系列的防疫决策之外 有民众认为台湾成功守住防线 一大原因是对中共的不相信 这个是我们成功的一个 最大的一个条件 不相信共产党 所以我们提前做准备 一些防疫没有成功的 就是因为它就是半信半疑 我们是百分之百的不相信共产党 因为我们对中国一直都很警戒 因为我们离中国非常近 然后我们知道中国的 整体的环境怎么样 那跟世界其他国家比起来 我们对中国的警戒心多了一点 然后随时的 这一次可能跟其他国家相比 可以做出比较多的超前部署 疫情爆发初期 去年12月31号 机关署率先启动边境检疫应变措施 针对来自武汉直行入境的班机 进行登机检疫 接着1月20号成立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26号开始禁止湖北大陆人士入境 2月11号进一步全面禁止中国人士入境 接着禁止外籍旅客来台 比如说你说泰国好了 他们就是全部的商场挂的就是 什么我们跟武汉同胞同在一起加油什么的 几乎没有人在戴口罩的 就是我觉得他们就是经济过度依赖中国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就是脱离这个 就是算是一种另类的制约 然后所以导致他们疫情上面 他必须要接受大量中国游客 然后所以就没办法抵制 就是或是抵抗某些病毒的传入 大部分的国家都对于大陆对外的宣称 都是抱有信任的 但台湾对于大陆都是抱有不信任感 可以做到说不会让那些奇怪的疫情来台湾 对中共的不相信 加上过往的防疫经验与政府民间的相互配合 让台湾成功守住第一道防线 也让台湾模式在国际上展露头角 新唐人亚太电视台湾台北采访报道 今天早安 谢谢大家